本土新病一株大脚新 其中还有一名患者中正住院 但现在国外这个证据显示了 大脚新治病的严重性 未明显增加死亡率低 专家认为不必太过紧张 但也提醒民众 随着新冠肺炎下个月 改为第四类的传染病 疫苗接种假也即将退场 回归一般性请假规定 指挥中心27号召开 最后一场记者会 下周新冠即将改类 但国内却出现 两例本土新变异株大脚新 也就是感染XBB点1.16 其中一位70多岁的妇人 3月31号发烧咳嗽 出现肺炎症状中症住院 另一名则是80多岁的妇人 轻症治疗中 新冠肺炎从5月1号起 将为第四类法定传染病 指挥中心同步退场 回归疫情指挥中心在2020年1月20号开设 今年4月27号中场记者会 5月1号解编 运作共1197天 下个月起民众接种新冠疫苗 医疗院所可收挂号费 疫苗接种假也将退场 回归一般性请假规定 至于要不要继续施打疫苗 专家李炳颖认为新冠港广化后不需每年打疫苗 但今年脆弱族群即位施打者最好施打一剂 明年是不是要打我们还要再看说这个变异株的发展 是不是它有更趋向流感化趋势 5月1号起长照机构筛检 也改变包含住宿市长照机构 精神附建机构 精神护理之家 荣誉国民之家取消定期快筛 不过护理之家老人福利机构服务 每周则是快筛一次定期筛检措施到5月底为止 指挥中心最后一场记者会前指挥官城市中特别出席 不免有很多的遗憾 想要尽量避免可能的一些伤亡 但是还是有一些避免不了 不过外界执疑 指挥中心我国疫苗采购的过程 与金额究竟如何 为什么要护航高端疫苗 它的保护力到底是多少 以及防疫预算8800亿的使用 有没有花在刀口上 指挥中心即将解散 却留下一堆谜题 介绍杨销前天台北采访报道